价格是非常的低廉 低廉到让人就觉得 不能忍受的这种程度 是让人非常的心酸的 听说还有许多就是通婚的现象 就是说没有办法嫁给当地的农民了 还有或者被拐卖 有有有 这种情况是绝对有的 特别是比较年轻貌美的女子 在中国这样的这种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下 这种情况是绝对很常见的 好 那么在显然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 我们都知道 这些北韩难民在中国的生活不容易 那么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 中国官方对北韩难民是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 排斥 他们认为因为他们不愿意得罪平壤的当局 因为平壤当局把这些北韩人作为是叛国者 出逃者 认为他们是背叛了祖国的 所以对他们是采取一种歧视打击的态度 那么中国从名义上讲 它跟北韩政府是一个友好国家的这么一种关系 因此从官方的态度来讲 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难民 而觉得他们是到中国来找麻烦的一些 在北韩不守本分的人 所以经常有一些难民被从家里边捕获 把他们关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通过图门江和鸭肉江桥把他们送回去 送回去以后 情况也是非常的悲惨 那么遣返之后 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 受到北韩政权怎样的对待呢 这也是区分为两种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村民 他们受到这个经济窘困的压力 而逃离北韩的话 那么还好一点 也就是关一段时间进行一些所谓的洗脑 思想教育也就算了 但你如果是在政府任职 你如果是对政府有意见 持不通证件者这样的人 如果离开的话 那回去就要严加承办 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政治难民 但是我见到很多经济难民 经济难民他们在被关押的时候 是待遇着非常惨 这个牢房里边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 冬天的时候 有的人在那里面冻病 甚至有孕妇在这个牢房里面生产 这样的情况都是有的 而且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 再也不会被受到信任 就在绝对不会有所谓被提升 或者是重用的这种机会 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那么除了政治上迫害之外 负担刑事责任 就是说北韩难民被遣回北韩之后 北韩政府会对他们在刑事方面 进行任何迫害吗 比如说监禁 一般来讲据我的接触 还没有发现经济难民受到刑事处罚 一般来讲还是政府雇员 或者是一些公务员 甚至一些持不同政见者 他们有的人最严重的 听说有的甚至会被枪毙的 会被枪毙的 前一段有报道说 就是在北韩和中国边境上 经常听到枪声 有人怀疑可能是北韩军警 向大规模 就是向中国境内逃亡的 北韩难民开枪 您听说过这方面的报道吗 听说是听说过 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 没有亲眼看到 我一直听说在沿边 在沿级特别是 有一些北韩的特工 去跟当地警察搜捕难民的 但是我本人没有看到 不过我看到在沿级 有一些北韩的官方的设施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办事处 还有一个北韩官方出资 开的饭馆舞厅 这些在这些设施里面 你听到的全是北韩的 英歌燕舞的赞扬声 甚至他那里边的售货员 你要是跟他谈起北韩的事 他们都说我们北韩好得不得了 我们平壤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你们北京都比不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装出来表演的 还是他们心里真的这样认为 也有可能真的这样认为 因为他们看不到 其他的国家的真实情况 那么您去过北韩吗 北韩没有去过 我到了图门江边上 图门江边上有一个城市叫图门 到了图门以后 有一个大桥 那个大桥就是前返的桥 还有一些商贩从那里经过 然后我沿着图门江 向图门江的上游坐车走了七八公里 最近的地方 离北韩的村落只是一江之隔 只是一江之隔 因为当时是夏天 所以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特别谈到最近有两名美籍的 华裔和韩裔的记者 到了图门江 据说是在冬天到那里 而且他们走上了江面 因此北韩把他们作为非法越境 加以逮捕 而且据说他们的手机里面 还有帮助北韩人逃离北韩的联系人的电话 手机电话也被北韩当局拿到 所以北韩当局就把他们认为是帮助北韩人逃离的参与者 所以给他们判了比较重的刑 而且我估计美国 当然美国是在尽力营救他们 我估计从北韩的角度来讲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这两名记者的 他们一定会让美国做出比较大的妥协 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他们才会让这两个人离开北韩 离开的 所以看来采访这个国家也不容易 因此共产党政权究竟在北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界也很少知道 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我们一会儿呢 我们接听他们电话 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我们临时改变的话题了 当然是 我们原定是讨论清洁能源问题 现在呢 我们讨论呢 就是北韩难民的问题 北韩难民问题 所以呢 因为我们是现场讨论 因此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给美国之音 向前卫先生呢 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个人的看法 下面呢 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 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 您也可以登陆呢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下面呢我们就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啊 下一位啊 第一位呢是江西的卢先生 江西卢先生 你好 你好 我首先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这位嘉宾是在北京演播室是吗 好我可以回答您这个问题 我们这位嘉宾呢 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 他叫钱卫 他现在不是在北京演播室 他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里 华盛顿总部的演播室里 有美国有北京演播室是吧 我们有北京演播室 这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北韩的难民 他是 他逃亡到中国来的话 他的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还是为了其他的这个工资更高 第二个我还想发表我的观点就是说 原来中国您知道 中国他是一个 全部以后 看到没什么 后面击 我们接下来的